中国经济就刚刚在疫情之后恢复 我们方方面面都需要去提振 其中一方面就是投资和就业市场 在这方面民企都是一个很大的角色 所以就促少民企三条出台 希望便利一些民企的运作 在政府方面就不会再有不必要的措施 阻碍民企的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推出被称为 民企三十一条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主要是提到支持民企改善营商环境 经济学家张泰亮是怎样分析这个政策的目的呢 这么重磅这么高规格去发布这个三十一条 主要就是希望民企的信心有一个预期的改变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放心去投资 投资是一个即时可以影响到GDP增长的一个方法来的 第一就是一些地方 现在都不容许去参加一些不必要的门栏 给一些譬如来自外地的一些民企去做生意 主要就是沿着我们第一桶市场的概念 还有一个就是希望搞好政府和民企的关系 这个都写到明了 所以我相信这三十一条来说 都有很多条是比较重磅一点 亦都可以增强民企对政府的信心 有人就质疑民企这几年的发展政策不清晰 庄太亮就有不同的看法 信心问题其实就是有一些譬如西方媒体这样去说 如果你看一些名词譬如说国进民退那些名词 其实如果你在网上搜寻哪些会出来 全部都是西方媒体 还有一些有目的去散播这个概念 所以令到一些国内的人士未必有信心去做一个投资 如果看回以前主要是针对譬如反垄断 如果你是有垄断性的 可能要受到一些惩罚 另外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风气 都是要有些规管的 就不是说主要特意去打击任何的细小媒体 希望透过这件事就来清究竟 政府对民企的态度 现在都是鼓励他们去成长 外界亦都关注民企31条 可否改善经济以及青年失业率 庄太亮又有什么看法呢 而中小企就贡献税款超过50% 所以在这里如果鼓励中小企 地方的财政和税收都会多了 我相信在这个措施之下 政府部门会配合 然后金融部门和银行 向中小企发贷款时都会宽松一点 贷款多了就自然经济就会好 你看回这次民企三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高质量发展 即是中小企的高质量发展 你可能提供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工作 就算是中小企家庭职单位 都应该有一个很专业的管理团队 也都要跟政府搞一个关系 高质量发展就可以提供多一些 例如高质量的工作 或者是高教育需求的工作 给一些大学生 当我们的服务业慢慢增长 亦都是工资慢慢增长 这个情况就会慢慢改善